这个方面我确实有类似的体验 我之前有个朋友 他就是半夜10点钟忽然肚子疼 然后疼到痙磷不行 然后我就陪他去医院 我觉得这边的效率慢 就慢到他那个急诊 前面还排着十几个人 然后所有人都挤在 那个小小的大厅里面 小小的大厅 矛盾为学 我就是那个小小的 那个反正很小的很多人 然后大家都带着口罩 就挺让人觉得绝望的 这是澳洲的医疗系统 那个医生估计只会建议 他多吃几天拍的 确实 不过就是你们有没有打过 那个HPV在澳洲打 我是学校 学校的时候打了 未成年是比较前的好像 对他好像就是学校会安排你打针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打了哪些 就是全都打了 其实男生在这边也是compulsory 我觉得挺好的 他说应该打了吧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不知道我打的什么针啊 但是学校会有在后里面组织给我们叫医生过来打针 对你是打了的 在这边的那个男生其实也是必须要打那个HPV 挺好的这样 不过说那个针头是不是很粗 我打贼贵一针两百刀 然后打三针 很粗吗 很粗那我应该没打过 我好像没有打过很粗的针 可能只是描述问题 但他们说打完 就是他们那边打针的手法比较的直接 确实 我们现在就move on到我们的下一个篇章 关于在这里生活 还有这里的文化方面的问题 你们想不想聊一下在这边的这种交通之类的问题 包括在这边可能是public transportation 或者是你们自己有开车的 我是没有开车 我甚至没有学过驾照 对我一想的是回国搞驾照 在这边我觉得学可能会很贵 我也不太清楚 他这边学主要的问题是 你考完了之后 他还是有四个阶段的 你先要是L learner 就是你在学习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是不能自己开车的 你必须要有一个 已经有买full license的人坐在你旁边 才可以开车 然后是你L的时候 你要再考两个考试 因为L之前是知识考试 之后要再考两个考试 一个是hazard test 就是像一个模拟游戏一样 他让你感什么时候你感觉有危机了 你就点一下屏幕 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东西 然后之后就是录考 等你考完录考了之后 你还他还不会给你 他不会给你正常家长 他会给你一个p的practice 然后屏的时候实际上是最烦的 就是屏的时候是红屏 他分红屏和绿屏 红屏只有四份 就是说你稍微稍微有一点没法将冬规则了 你就记记了 然后红屏开完一年之后 才会给你给到绿屏 绿屏有七份 对 然后再开两年才会再给你给到full license 所以国内考这个东西直接考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那如果国内的驾照翻译过来的话 你就不需要管这个红屏绿屏的东西吧 就直接是full license 那多好 而且红屏和绿屏的时候 他有就是相关的规定 比如说有些车你就不能开 就是有些是发动机的功能太强大 或者是就特斯拉这些的你都不能开 因为他是不能连蓝牙的就是就是我有个朋友 LiLi 对他连蓝牙 然后呢还发生了一系列事情 他就开了不能开的车 然后他就被吊销了几个月 就是特别严格 这个东西最烦的是你在红屏的时候 他会给你有一个设个上限 你不能开超过90公里一小时 然后他有的时候你上高他不限你上高速 你上高速高速限速110 大家都开那么快 你在那里开90就很就很怪异 而且高速上经常会有警车在那边飘过去 这这挺矛盾的感觉就很累 就你得适应过那个期间 嗯那这边这边的车子 听说这边的二手车都挺便宜的 好像比起别的国家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是怎么样 但是这边卖他至少就是折一半吧 然后再看你的里程数 但是我觉得车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是特别的保值 对 可能古董车除了古董车之外 对对对对对 对我有朋友他是开古董车的 就是他开了大概就这边开了一年多 他卖出去的时候还赚了一笔 虽然没有转很久 很久不一样 好的现在我们聊一下关于这边的那个 这边商店的东西 就是斯大西尼和中国就非常不一样的一点 就是这边的商店关的特别早 我觉得完全颠倒过来 中国就是越晚 然后象征的就是也不是夜生活吧 就是可能大家出去玩 而在外面买东西 然后逛街之类的 就是才真正开始 但这边大概下午六点左右 商场都关了 然后只有酒吧是开着的 所以大家都去喝酒 这边有禁酒令啊 如果你要去买酒的话 晚上十点以后是不能卖酒的 当然除了酒吧那些地方 但是如果你去超市这样的地方去买酒 晚上十点以后是不卖 你说那种Bred Bottle那种店吗 对 然后还有特别的街道 就是你不能拿着酒瓶在街上走 对对对 就会被警察来下来 没错 对对对 那好像是为了治安问题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西尼在晚上那个醉汉 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因为挺恐怖的 这确实是一个澳洲比较奇特的地方 那大家对这边的食物有没有什么看法 就是和中国哪些不一样的食物 这里的猪肉好像和中国特别不一样 就是这里的猪肉会有更大的那种猪味 就是有腥味 就是因为他们杀猪的时候不会放血 就是从人道的角度来考虑 所以会有那种味道 就非常我今天中午就是我我前几天从那个 哈瑞斯那个法门那个地方就扣死了一下 那个地方买了那个这里的猪肉香肠 然后我今天中午煎了一点 实在太难吃了 就那个腥味真的是呛到我 然后就就扔掉 就确实这边不放血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是挺挺觉得没法忍的 就是真的很很难吃那个猪肉 确实 还有一点就是这边外卖太贵 对 无法忍受的贵 对比美国好像还好 就美国英国看来比我们更贵 但是对比中国就太贵了 确实 对就是卖卖的话 就运费基本上四五刀 然后你点的最基本的东西 大家就十几刀 如果你点的最基本的东西 有可能我家住的比较远 我家如果要点外卖的话 十几刀的运费 我基本上吃一顿饭要点六十多块 之后那个软件就被我拉黑了 六十多刀 对啊太难顶了 有时有时候会想到就是那个冰淇淋 因为国内的冰淇淋它很少会有那种一桶一桶的卖那种感觉 就它卖的真的是 在悉尼的冰淇淋真的是卖的都是桶装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跟我朋友就是买回家之后 但吃的也非常快就吃了 因为很多 然后两个人分一分 就是它越多你就越想去动它 就是就是就吃起来就没完没了的那种 然后就我们经常就买这个压力囤着 然后就很适合囤 因为它都是桶装的嘛 然后就是看电视的时候不会吃 澳洲人都挺能吃的 这但你去了美国估计分量更大 我觉得澳洲对比美国来说分量也没有很大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可能就挺大 就像这边的那个 还有这么大桶的酸奶其实也挺少的 对对这边的酸奶 就是那种那种Greek yogurt 就是会特别大 我感觉中国我不知道好久没有回去 就没有那么大 只有在那种进口超市那种可能会有 卖的也不多 嗯 扯一点比较闲的在这边生活上面的问题 就是这边的那个什么toilet paper 我觉得跟国内也挺不一样 就因为国内的话 我觉得没有人是会经常往厕所里面扔 我觉得中国的那个体系应该是你要把那个厕子扔在那个篓子里面 因为澳洲似乎是这边的那个排水体系它设计的是你可以它可以过滤掉那些东西 然后我还听说过是这边的toilet paper它的质地是可以溶解在水里的 好像是这样 澳洲toilet paper功效可多了 还能防covid你怎么知道它能干嘛 可以既可以溶解又可以防病毒 那个牛逼 然后这边的那个tap water也是一个挺不一样的点 就是你可以喝那个任何只要是管子里出来的水你就可以喝 对对对 但是现在最好还是不要喝我以前也是经常喝那种水 但是他有时候会给我发短信说我们家那边就就林肥 我们家那边的水源啊有查出空的 哦对我也看到了那个 所以我现在还是把它烧开了再喝 有点怕 他是排污系统里面有吗 但不代表他已经过滤过我希望没有了 否则我就完蛋了 但是我现在一般都是把它烧开了再喝了 关于喝水就是这边的人 然后好像就是他们不喝热水 就是他们会用这种水泡茶 或者是泡咖啡之类 但是不会光喝的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 他觉得热水里面有一股很奇怪的味道 所以他不喝着水 还有这边的店里面就是他会给你的水都是都是冷水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中国的餐厅是什么样 就是在中国 中国餐厅我觉得就大家很少会有那种冰水 就是我我们都是喝热水 对吧 问题 分两种吧 就是如果去那种西餐店或者是 也有给你直接倒那种柠檬水 但他不是冰的 他是常温 柠檬水 然后另一种就是吃那种 呃酒楼一样的那样 就比较稍微怎么说 就是更传统中式一点的餐厅的话 他就会给你问你要不要茶 茶水 好像对 然后我自我每次在中国餐厅以前跟我爸妈在中国吃饭的时候都是 第一是就是找服务员要开水 要把碗烫一边 哦对对对对 然后再拿个头把那开水倒掉 反正就是中国人都挺喜欢喝开水的嘛 我们的文化就是喜欢喝茶 然后开水对身体好 就啥事没事都喝开水 感冒喝开水 然后 但是我觉得喝了确实很舒服 对确实 确实 对 为什么 我就受不了 我喝开水就很难受 我一般不会喝开水 我我一定要把它煮开了之后放凉了再喝 要不然直接喝开水我就 拉嗓子 那又不是那么烫 就是温水 对 没有让你喝个废水 对 就是我喝那种稍微热一点的水 如果它不带味 我也喝下去也拿嗓子 对对女生来说可能还确实有一点 因为有的时候女生会有那个生理期嘛 然后就特别受不了喝冷的 在这边我感觉大家都无所谓 就大家都是我打 但是因为他们就是如果疼的话 就直接吃那个止疼片 好像比较多 就也不像中国一样 就我觉得说在国内会考虑什么中药条理啊 然后就是用热水 然后就是温暖一下胃啊那种 确实 不过说起水的话 我室友他是买了一个那个就是滤水器放在 我室友是 然后就是他每次都要 自带绿吗 就自带绿吗 对这个湖就是他从这里面倒出来的时候 这里面有个绿嘴 它可以从下面出来 就很舒服 然后他都是先绿完了之后 然后再烧水 就是工序还是很复杂的 澳洲水质其实挺硬的 就容易掉头发 对对对 其实说对 所以不是我的错 掉这么多头 那种防脱小的时候洗发洗发水就说你用了那个就不那么容易掉头发 但我觉得没有没有太大太大用重 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广告效果吧 我觉得是太难了 如果你要补脱发的话 说到头发 我现在想赶快去剪个头发 太难的 贵的吧剪头发 他贵不贵无所谓 就是理发店不开门啊 我没法去剪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在这里找一个符合你心意的理发店也很难 就是我之前就是在我终身就是就是假期会回国我每次都会留到 回国这时候在接但是现在就必须在这边见 我觉得女生还好 但男生一般是如果你去那种白人的理发店你进去不管是什么发型出来一定是按得卡 就这样 一定是按得卡 进去什么发型不管用他出来就是按得卡 嗯 所以最好 你也不行吗 哦 不可以的 他跟你说 哦 就他他一定会先他先他先他先问你 what number 对吧 what number 然后一般我我一开始进去还听不懂我说什么number 然后后来知道是他推子的那个上面那个数字 what number 然后就直接把两边给你推掉 就不自己不也挺能推的吗 我觉得 确实 但是他讲究那种你就不可以 像你之后你就得去参加汤的那种haircut 对我觉得去韩国人或日本人都会去韩国理发店 我一般对韩国理发店 但cd还挺多的那种 我有朋友是自己买那个染发膏什么的就已经 嗯 被tony已经无语到就是自己开始就是学习这方面的东西 他自己开始买那个染发膏然后回去自己转 就是票啊什么的 其实自己转的话会便宜很 而且有的时候可以自己玩一下 对 我有一次去剪头发我想剪那种 八字刘海 然后他直接把这两边就给我剪掉就像那种 像那种之前很流行公主签 然后呢我这边这这一错头发折磨了很久很久 你就遇到这种通你也挺吓人就他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 就是韩国或者日本店他们就是英文也不是很好 然后你跟他沟通上面就有 就有一些差异然后他就理解错了 然后后来发现就你给他看一个照片 他就会给你剪 确实我姐每次剪头发都是把那个陆寒那个头发 把他给那个那个 就在跑你说照着这个剪 你剪照着陆寒剪 对我剪他是留的那种短发 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关于这边的那个 Coffee Culture这个点 因为就相信大家来信 你都觉得这边的咖啡店特别的多 然后我觉得澳大利亚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相当于是Coffee Culture吧 因为这里大家都挺喜欢就是那种 small talks或者是跟你的mate一起 就是约一个咖啡聊一聊 聊聊生活 或者是跟你工作上的一些同事聊聊工作 就大家都会想去咖啡店之类的吗 然后你们会觉得 这个Coffee Culture跟 比如说美国或者是哪些国家有没有什么显示的不一样吗 或者是你觉得 就是这种Coffee Culture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应该没什么影响 我是不喝咖啡 王阳姐姐不喝咖啡 我每天早上都要喝咖啡 就是我上我上中学的时候是不喝的吗 而且那个时候 就是好像说未成年喝太多咖啡 就是摄取太多咖啡因是不好的 那上了大学之后就最开始我也是不喝的 然后呢 有一次我去洗牙 然后那个牙也说你的牙很白 他说你是不是不喝咖啡 我说我不喝咖啡 然后他就说他他就很震惊 他说哦我从来没见过就是这里的大学生不喝咖啡的 然后后来早上我也开始喝咖啡了 然后咖啡的种类 我感觉这边都很喜欢喝那种 Flat White 就是那种澳白什么什么 多饮吧 就是因为 嗯 就是感觉在这种大都市里面 大家生活都很忙 然后这种咖啡店就成为了你和你的好朋友 或者是说你和你的同学 就是相聚的地方 就有这种感觉 就解释了为什么我朋友不多的这个原因 因为我不喝咖啡 从明天开始要喝开始喝咖啡了 但好像真的是就是之前我跟一个就是学长聊天 他就说他要请老师喝咖啡 我说你我想要请老师喝咖啡 他说因为他想让那个老师帮他写推荐信 就感觉请这个人喝咖啡变成了一种 就是和这个之下有那种 也不能说约会 就是有见面的那种带名字的感觉 就是要不要一起喝咖啡这种感觉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澳洲这样 中国会这样吗 喝茶 中国是吃饭的我觉得 然后对 而且其实澳洲就星巴克挺少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但是澳洲星巴克比国内的要好喝 国内的星巴克 我跟我朋友都觉得有点加水加多了 就是那个沃尔它比较淡 就是没有什么 因为我很喜欢咖啡的香味 就是我可能喝咖啡觉得就是沃尔可能就 就是那个样子 但是我很喜欢它的味道 然后我每天早上去学校的时候都会带一杯走 因为我其实感觉 国内的星巴克已经不太像一个咖啡店了 因为我每次看一些视频 他们去国内星巴克店都是一些名字很长很奇怪的东西 哦 那个饮料组合就网红饮料组合 就是什么什么就是有果汁 然后那种 但我感觉国内弄的更 fancy 就是他有什么争选店 然后还有上海不是有那个什么星巴克旗舰店之类的 但是澳洲这边就比较朴素我觉得 但是前几年 前几年就是在加速那边开了一个星巴克 还有感觉很洋气 就是给加速那个地方增添了一身洋气 那其实我觉得这边澳洲人他们都挺 就是可能会不会很喜欢和星巴克 因为他们会觉得星巴克太 commercial 而他们会觉得那是美国人的东西 然后他们就会比较抵制 然后到这边挺多那种小众的那种咖啡店啊 那种小牌子啊 我觉得挺可爱的 这边咖啡店其实很注重 你一定要去跟顾客有一个交流 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在咖啡店打过班 打过工嘛 我也打过工 你在哪家 我当时早上五点钟就要起来 我在Cheswood一个转角的地方 早上五点钟就要来这边上班 但是他那个老板他一定会跟你说 你要跟顾客交朋友 就是你customer service 你必须要 Hey how are you going How's your day 然后不老爸 你来跟他聊 然后你还得就是装得特别热情的样子 然后说 而且你还要记住他们的名字 那个老板说如果这个人来了一次 因为咖啡都会跟你说名字 你会把名字写来陪着 如果他来了一次 第二次你一定要叫出他的名字 嗯 这真挺难的 然后我当时 我当时也打过一段时间咖啡店工 就唯一的感觉是特别特别的累 然后就一天站下去人都要疯掉了 还得给人家挤出一个笑脸 然后看他们在那里悠悠地喝咖啡 我就很上火 而且挣的还很少 你当时中资多少 我当时16岁嘛 但是我是做barista 就是拉花的那个 对我当时18块一小时 你都不喝咖啡的年龄 我考我考了那个证啊 那个咖啡拉花的证 虽然我不喝 但是我那我是会拉花的耶 我一样 怎么会有那种收到小费 那种 澳洲不太流行的小费 澳洲不太给小费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就是美国和澳洲的一个差异 就是美国人都喜欢给小费 但是澳洲人不给 因为澳洲它的那个最低时薪 有那个有那个很严重的标准 就是你必须要缴到这么多 不然你是违法的 但在美国就是它的最低时薪挺低的 然后所以说大家就是严重依赖于小费 因为就是我有的时候听朋友说什么小费 但是我好像自己去吃饭的时候没有痛恼 哦 对我觉得一般餐厅 他都没有消费 就是特别高级的餐厅 对高级 但还有服务费 我觉得非常坑人 那我们现在已经快到尾声 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小的话题 可以就是在比较闲聊一下 关于这边有那种market culture 就是这边有挺多那种周末集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介绍 有没有观察到这个现象 是的 他有时候会租一整层的停车场 就把它改成跳躁市场 嗯 就是在我家旁边这个现象 就是他好像 现在因为covid少了很多 他之前是每两周 每周 就每两周的周日会带一个那样的小跳躁市场 然后大家去那边买东西啊什么 对 而且这边还有那种就是大家很流行把自己家里用多了或者不需要的东西就放在自己家外面的草坪上面 就他其实就就表示是大家你想拿就拿就是免费的 然后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 我觉得我家附近都没有 我家住之后会把那些木头放在外面 因为我家有时候东西烧毕炉 那些木头对吧 要不然你自己砍 要不然要不然你要去帮宁斯拉回来 但是帮宁斯你拉那个木头 他一袋一袋的麦克 就是很重 你很难举起来 然后你把你用不了那么多 所以说他有的人在外面摆点木头 就把它拿回来 就挺好的 嗯 我说到 嗯 继续 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那边户子这个这个东西 然后就想稍微往外面延伸一点点 因为我之前是我住Green Square 然后我每次去地铁站那个路上都会经过一户人家 然后那户人家是养了很多猫是散养的 大概有20多只猫 然后我因为我比较喜欢猫 然后就会停下来的时候看一看 然后就跟那个 嗯 那个房子的屋主就熟了一点 就有一次碰到了 是一个奶奶 然后就有时候会跟他聊天 然后他也认识我 我也认识他 后来圣诞节的时候 他还送了我三双毛线袜子 然后就觉得很神奇 然后作为回报 我就给他的猫买了猫粮 然后就有的时候想那个邻里关系 就感觉 在澳洲好像路过的人的时候会很友好的跟你打个招呼 对 对就是我刚玩的时候会很不习惯 就是就是就是你走在路上和你和和就是陌生 迎面相迎面相过 他就会对你笑那些呢 我觉得最开始有点不习惯 不过后来就习惯了 然后我想到两个事情 一个事情就是我就是有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边就是陌生人的关怀 可能就是他的边界感可能没有那么强 就是有一次 我记得我很早的时候去学校 然后我跟我妈吵架了 我就坐在那个我们学校的食堂里面哭 结果有个我不认识的小女孩就放了就给我画了一幅画 然后放在我那个桌子上桌子上面就是问你还好吗 我就感觉特别感动 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在town hall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跟我朋友还有他男朋友在逛街 但是我那天发烧了 然后我也坐在一个树下等他们赶快逛完街回家 然后呢我就在吸引鼻涕 但是我没有指 但是我旁边的人就以为我哭了 然后他就走过来给我递了一个指说你还好吗 我就感觉又感动又有点尴尬 因为我的鼻涕就留下来 但是我没有指 然后还有一点我想到很奇特 就是这里没有就是像中国那样 维和式小区的概念 就是新的楼盘可能会有 但是我刚来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特别奇怪 然后我想跟我同学说 我在中国住在一个小区里面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 就是特定的有那样的门打开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特别不一样 确实就是你 就中国都是就可能我不知道这边的房屋建筑是不是不一样 因为中国都是这个开发商包这一块地 然后这是一个小区 但是这边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但我也不是这么了解 其实邻里关系你也要看碰到的人 就像我家旁边的那个哥们 哇每天到晚上打游戏开始嘶吼 就他的那种吼叫 你就感觉要出人命的那种吼叫 有时间我给你们录一段 太难顶了 那个他每天晚上基本上从晚上10点钟喊到12点 但是你不可以report他这个问题 我可以但是我懒 我我比较懒得处理这件事 所以我也就算了 就忍一忍 对因为我前两次的时候 我以为隔壁会那个什么 你知道domestic violence 就家暴 我一直以为家暴 然后后来我发现了是他的打游戏 对 这这里的人特别喜欢 举报 不是我说家 我说家暴的话 可能还是要就是考虑说 家暴肯定是要关一下的呀 那后来不是 因为我觉得家暴 所以我是观察了一下 稍微的稍微观察了一下 我发现是在打游戏 发现这里的人特别喜欢 我不知道就是 注重你邻居家的就是外观 就是我认识一个阿姨 然后他家院子特别大 但是他不喜欢打理 他就把他院子里面的很多植物都弄 就砍掉了那些的 然后他就被他的邻居投诉了 我觉得很奇特啊 嗯 就为了这个外观 嗯 这边很好 如果我家院子外面 如果有的时候太久没除草 邻居会过来 把我家的草一块除掉 呵呵呵 你真的挺可爱的 可能是邻居看你家那外面的草 实在太不顺眼了 然后就说给你 他估计也是懒得投诉我吧 就顺手把我 顺手把我解决了 是那个嘶吼的哥们吗 不是不是 另外一边的 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 对 有一次是我在凌晨一两点写东西的时候 写作业 然后楼下有一个人扛着 是一个收音机那种样子的那种东西 也不知道是扣音器还不 就是应该是收音机 然后放那个rap的那个 就是音乐 然后他跟着他 他跟在后面就是也跟着rap 然后就大概唱了有半个小时 然后他拎的东西上楼了 然后我就在那听了半个小时 因为我家住二楼 就非常清晰 听他唱了半个小时的rap 那我们今天的赛事 其实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我们今天讨论到非常多的话题 然后有一个非常广的一个这个话题的区域 今天我们提到了 然后也有我自己个人都学到非常多新的知识 关于澳洲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 有学到一些新的什么东西呢 所以说这是我们第二期episode 就这样结束了 谢谢大家